昨天下午一场倾泻的大雨伴着雷声从天而降 生成雷电大风暴雨三大预警高挂 下午4点40分左右 上海中心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 这是今年来本市发布的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这场暴雨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 小时雨量最大的是浦东地区达到了124毫米 全市有80多条道路积水市民下班路受阻 市领导对雨情十分的关注 要求城市运行各个部门全力以赴相互配合 尽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如注的暴雨伴随着大风从天而降 道路两旁的树被吹得东倒西歪 路上的车辆也放慢了车速 半个小时不到部分路段已经积水严重 在浦东新区路加嘴至世纪大道地区 积水最深的时候已经达到腰部 不少车辆抛锚横在路中间 刚开始过来的时候有没有预测水这么深呢 我当时在那客人 我发现情况不妙 我就叫乘客下车 那么我把门一开水就一下子进来了 由于下雨时正直晚高峰 小路加嘴地区的地面交通拥堵严重 绵延的车流一直延伸到四公里外 公交不仅延误严重 而且还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最后不少市民无奈只得步行回家 从浦东的高桥开往要滑路的这辆公交车 一般情况下全程只需要一个半小时 但是昨天半程就开了三个小时 上海各排水泵站当即转入暴雨模式运行 各水闸加强运行调度 努力降低河道的水位 全市近百辆消防车和移动排水泵车 赶赴积水严重地区抢排积水 截至今天凌晨 大部分积水路段基本排出 受雷电暴雨的影响 昨天深城的轨道交通六号线和二号线相继出现故障 部分区段出现短时间的短暂停运 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乘客羁押 其中等待时间最长的甚至超过四个小时 据地铁部门介绍 受集中降水的影响 地铁二号线在晚上的六点半左右出现了外部雨水倒灌 进而引发了信号设备故障 造成人民广场至上海科技管段一度中断运行 而早些时候 轨交六号线在下午的三点半左右 发生了供电故障 直到晚上的九点半左右 上海地铁全网络运营才全部恢复正常 防御部门表示 浦东之所以会成为积水的重灾区 是由于该地区的雨墙 雨量的以及降雨的范围都是很大的 而在全市将近千名工作人员的努力下 暴雨发生两个小时之后 浦西的黄浦 阳浦 长宁等地的道路积水 已经基本排除 而积水较为严重的浦东新区 也于昨天晚上十点左右基本排除积水 其中最为严重的浦东原生路 也于昨天晚上的十一点左右 全部排除积水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感谢观看